監視器中可以看到老闆娘 走出店門口倒垃圾 就在這時 一名身穿灰色衣服的男子 趁機偷偷流了進來 直接往店內休息室走 沒過多久老闆娘回到店內 掛好衣服 關店下班 看到鐵捲門放下後 灰衣男子熟悶熟爐的走了出來 快狠準的打開收銀機 把裡面的錢全都拿光光 隨後逃逸 男子的偷竊行為 全都被店內監視器拍得 一情二處 店家看到超傻眼 聽說是他不是第一次犯 是廣泛 偷的金額也是 說大不大 說小不小 對公司工一定還是會有一點 財損或影響性 施法在新竹縣某家飲料店 原來男子是店內員工 面試後才上過一天班 第二天就說家人生病要請假 沒想到男子竟然在請假 那天潛入店內 先躲在員工休息室 看準時機頭竊 警方也全力追起 鎖定陳姓犯嫌 竊嫌經常出沒之地方 查契盜案 前案已請新竹地檢署偵辦 男子假上班真偷竊 所幸違法行為全都被監視器錄了下來 現在真的不用上班了 準備去坐牢 記者和夢前 王媛廷新竹採訪報導 我是李宜璇 主播工作對我來說 是一秒都不能鬆懈的戰場 張漢弄社會大眾關心的議題 清楚傳達出來 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認真的記者 才是對觀眾負責的主播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